前中研院常翁企会25日针对耗鼎案发表声明,重申为涉滩,并在结尾提到谋杀了一位中研院长的名誉和人格后,台湾又获得了审。 中央社档案照片中央社记者肖博文台北25日电视林地院今天审理耗鼎案,传唤中央研究院人员,亲戚转过程。 前中研院常翁企会则发表声明,重申为涉滩,并表示对这起事件引发产业停滞不前等效应,以非痛心遗憾可以形容。 翁企会民国106年遭逝林地减署起诉贪不至罪条例收费等罪,检方指控,台湾浩鼎生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念慈,以3.000张浩鼎股票为对价行贿翁企会, 继求翁企会以中研院院长身份,协助浩鼎生产,分子及取得教宿合成法官署授权。 志林地方法院今天开庭节问证人,翁企会透过声明表示,从未签署也未介入任何计转合约,没有接受浩鼎任何报酬, 只是以创作人身份对计转或材料表示专业意见,何来触犯贪不至罪条。 例,翁企会表示,检方指控他在未与浩鼎签署备忘录前,就交付2.23克分子,但浩鼎跟中研院本来就有产学合作, 而为取得材料还多付了新台币400万元,并非无偿取得。 针对遭检方指控为贪得对价的3000张号鼎股票,翁企会澄清,是家族理财基金购买,非免费取得,也非金主赠送。 翁企会指出,号鼎案的授权金从新台币2500万元,谈到最后超过5700万元,是增加国库收入的美式一桩,怎会被丑化致死? 中研院制裁即转储将中研院的成果已高于市场行情价卖给厂商,这么优秀的谈判人才,应该获得奖励,哪来?的借卖国家技术,声明最后提到,台湾舆论不想要知道真相,在谋杀了一位中研院长的名誉和人格后,台湾又获得了什么? 获得国际优秀人才不再返乡贡献,正式阻断归乡路,产业因此事件停滞不前,这些已非痛心遗憾四字足以形容。 编辑,黄瑞红1070425延伸阅读翁企会被控内线交易事件二度不起诉。